所以我認為中國大陸現在對台灣來講的 它這種不同機種不同架次的這種演練 基本上我覺得背後反映出不同的 面臨不同的軍事狀況 它用什麼方法來因應 所以我覺得這些演練都不是說 沒事來嚇嚇我們 或者沒事來反映一下 我覺得都是軍事目的 它現在這種是變化球 打的是各種變化球 然後讓你也摸不清楚它的最後的這個 戰術戰略是什麼 不過基本上只能說一句就是 解放軍在積極操練 我們的這個聖人不能以百姓為出狗 不是道德經寫得很清楚嗎 就是蔡英文她以為自己是聖人 她就壓著國防部不停宣佈 國防部告訴大家說什麼 這個圖示跟實際距離有大幅差距 沒有媒體報導的破境的事實 昨天我們有特別開一題就是討論這個 因為真的非常接近 接近到什麼程度 飛彈基地警報大響 而且還有國防部的回應 記不記得昨天靖平上來跟我們討論 國防部的回應就是說 他們當時的做法是因為找這個空中 就是已經在的這個巡逻的戰機 去應對去驅離 但是靖平就告訴大家為什麼呢 不是從這個地面我們的幻象起飛 可能是因為來不及 不會呼啊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概念有這麼緊急 有警報大響耶 這個這麼的破境史上第一次 昨天各媒體都在討論這個 昨天國防部都不講話 都不講話 到今天告訴大家 沒事 沒這種事 否認 怎麼可能 民事啊對不對 民事的標示 無前例中機逼近逃逐 這個外圍飛彈基地警報大響 有沒有看到 綠媒都這樣登 就今天國防部否認 問題是他否認就是輕描淡寫兩句話 你信嗎 學者叔叔阿王告訴大家 國軍應該要派遣比平常多的戰機 或是高強度的應對方式 來展現態度 所以這一連串看起來 大家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整個加起來是 一個共軍的對台的例行訓練 還是說有什麼特殊的目的 那我方的應對態度也很奇怪 國防部好像變成了一個 新聞發布式是不是 每次都告訴我 有這個事 沒這個事 就結束了 完全沒有告訴大家 國防部應該有的作為 你記不記得無人機 繞到宮古海峽 日本的戰機就已經起飛了 北韓也是 北韓的無人機過去 南韓戰機馬上起飛 我們台灣呢 台灣人家不是無人機 實體戰機過來了 來幾架次 來71架次 我們好像也沒什麼反應 一架次也沒什麼反應 有沒有 來最迫近你 最深入到我們的飛彈基地 警報大響也沒什麼反應 所以機大使到底怎麼回事 我覺得第一個先來看 這一架次我還是想知道一下 為什麼是一架次 一架次應該就是例行的 例行的 例行的演練 它就是操演 操練 它這個飛機基本上它都有它的 它這個照表操刻的 對 那例行的就是一架次 如果說是一次來個71架次的話 我覺得那就是一種 一種近乎實戰演練 實戰演練 就是大陸飛官也要休息嘛 也要輪收是不是 你看到從這個12月25號 這個耶誕節到這個跨年 也很辛苦 很辛苦 因為12月25號它講得很清楚 是針對12月23號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 這個所謂的2023年的 國防授權法案 那針對裡面對台的軍售 還有一些有關 比如說美軍 美國要派公務員駐台 一系列的這些 中國大陸認為是 美國踩了紅線的一些政策 所以它很明確的 就是25號 就是針對23號的事情 那這個31號的話 我想它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戰術上的演練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 中國大陸現在 事實上我覺得 這麼頻密度的這種空軍的 這種各種機種 各種組合 各種機種組合的 而且我還聽一個說法 它是從不同戰區調過來的 也就是說 你有這個東部戰區 北部戰區 南部戰區 這種是一種搭配的 那不同戰區的不同的機種 來演練不同的戰鬥項目 跟實戰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就是練兵 而且練兵的頻密度越高 就顯示 中國大陸解放軍 對於隨時在台海 發生一場戰爭的 那一種急迫性 急迫性了 我想這個是值得我們 非常非常要提高警惕 尤其是去年裴洛西來之後 今年這個新議長 應該也會來 對 所以大陸現在要擬好 他們的Plan A Plan B 我說各式各樣的一些組合 是不是 對我想它作戰計劃 應該非常清楚 就跟去年裴洛西來的時候 中國大陸在短時間 拿出來那個作戰計劃 經緯度都畫好了 拿幾個地方點 基本上那是老早就好 有的方案 而且絕對不可能是一個方案 那不同的方案 它選在不同的客觀情勢下 它選擇由決策者 去決定哪一個方案 所以我認為中國大陸 現在對台灣來講的 它這種不同 不同 機種不同架次的這種演練 基本上我覺得背後 反映出不同的攻台方案 面臨不同的軍事狀況 它用什麼方法來因應 所以我覺得這些演練都不是說 沒事來嚇嚇我們 或者沒事來反映一下 我覺得都是軍事目的 完全是純軍事目的的比較多 所以最近來了比較多的有 以前有一陣子來了十幾架轟六 對 全部轟炸機 每次也是把大家嚇一跳 對 全部轟炸機 那最近比較多的 我們值得注意是無人機 彩虹無人機 真七 這些中共第一線 大陸上第一線的這個 查打一體的無人機 然後還有很多這些 空警機 空真機 這些都出來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 等於說戰時的不同狀況都已經想定了 然後看這些 這些各個不同機場的 不同戰區的 這些空軍如何來出動 那當然這些東西 它不能只有一種 一種的規模 因為這個東西 基本上 所有的國家 日本 美國會 非常非常嚴密的在觀測 來推測你的攻台方案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它現在這種是變化球 打的是各種變化球 然後讓你也摸不清楚 它的最後的戰術戰略是什麼 不過基本上 只能說一句就是 解放軍在積極操練 對 積極操練 在積極操練 各式各樣的狀況 情況都要把它背妥 對不對 不同的運運方式 如果有十個方案 它就要練十種方案 十個戰法 這是很怪的一個訊息的發布點 因為所謂的共機引起的警報大響 時間點是在12月31號 這個早上6點 一直到1月1號早上6點 難道他們是來參觀101的煙火嗎 應該不是吧 那他說這個警報大響 但是他的否認很奇怪 他只是說共軍並沒有迫近 但是他並沒有說 到底我們的天工飛彈營 跟愛國者飛彈基地 這兩個重要的據點 有沒有警報大響 他並沒有去說這件事情 他只是說報導與事實有距離 換句話說 他不願意正面接回答一個事情 說共軍沒有迫近 所以我們自然就沒有警報大響 這種話他不講 然後他只講說 這個沒有迫近的事實 但問題是他會跟你爭論 那什麼叫迫近 什麼叫沒迫近 因為你畫出來的圖 是明明已經跨越中線了 那你跨越中線算不算迫近 照道理來講 我們是以60海里 作為一個警報警戒的時間點 60海里 那他到底共軍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是已經在60海里外多遠 還是已經到了60海里 他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因為整個台灣海峽 尤其在新竹桃園一帶 距離對岸實在是不遠 距離海峽中線也蠻近的 不過是差不多60海里而已 所以如果已經跨越海峽中線的話 你告訴我們說你不緊張 那也很奇怪 但至於說躺平不躺平 真的兩難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戰鬥員的 我們飛行員的人數 跟我們的戰鬥機的數量相對的少 相對的少 如果他今天他們只要三班制 像我們那些飛機的耗損 油料的耗損 以及人員的耗損 據我所瞭解 就是光去年一年 為了要去所謂的警示這些 解放軍的飛機來的時候 用的油料費就好幾個億 那油料費都非常的貴 你不要以為 那個飛機用的油 是我們那個酒吧加油的 不是 油貴的很多 那對於這個 有些學者講說 我們應該要高強度應付 我其實也不贊成 也不贊成 因為兩岸的問題 關鍵是在於政治問題 純粹政治問題 而並沒有所謂說 要搶抖什麼資源的問題 所以要不要這麼做 我覺得是有疑慮的 所以這個雖然說 央視不斷的發布很多的影片 這是對於解放軍 他的成長歷程 為了要追上美軍的戰鬥力 他不斷的持續的演練 航空母艦的操練 然後飛機的操練 然後一般所謂的兩棲部隊 登陸艇的操練 對他們講是必要的 要不然這麼多軍人 擺在那邊幹什麼 那當然你會講說 他對台灣有威脅 是沒有錯 可是如果要有威脅的話 他早就有威脅 表示他沒有威脅你 直接的還在圍導演習 他有沒有做所謂的鎖導演習 他沒有做鎖導演習 那原因在哪裡 原因是他有政治上的考慮 這個時間點不適宜 也不適宜這些動作 他目前主調還是兩岸要和平統一 那和平統一的話 他的軍事力量只是一個輔助的力量 作為威懾 威懾你台灣不可以宣佈獨立 或者你美國不可以介入台灣太深 所以他大概在拿捏 紅線的角度上來處理而已 所以我不覺得需要去那麼緊張 去面對解放軍 在練兵過程裡面的一些動作 如果你要他 要掩護他的話 他東部戰區 北部戰區 南部戰區 他一些飛行員 或者這些艦艇的海軍部隊 他大概每一個人輪一次 大概要輪一年才輪得到 我們的空軍飛行員天天要輪 你必須面對這個現實問題 那如果說我們已經高度疲憊的狀況底下 我們的飛機每天磨損磨損 飛行員每天累得要死 連回家休假都不行 那請問你如果真的打起仗了 我們還有力氣嗎 我已經講的一點都沒有錯 這是台灣的一個非常現實的因素 我先更正一下 這個軍方是在昨天就已經更正了 但問題是在於 我覺得是對於國人的信心來講 這個信心上來講的確會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因為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裴洛西來的時候 兩顆導彈從我們頭上經過 但是軍方完全隱瞞 我們的政府沒有告訴我們 是日本告訴我們的 那其實不是軍方隱瞞 那是國家安全會議那個人隱瞞的 機密是嗎 國家機密 沒有跟日本講好 那是跟我同中那個人隱瞞的 你不能怪國軍 他們想要發布啊 照程序他們要發布啊 問題我們的這個聖人不能以百姓為蜀狗 不是道德經寫得很清楚嗎 就是蔡英文她以為自己是聖人啊 她就壓著國王部不准宣布啊 對啊 所以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國人要團結一致 但是我們看到國人根本 完全不知道消息啊 海荒鮑魚乾杯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喔